咖喱鱼头的做法,昨天驼驼把他们单位分料几十斤鱼,拿回家的时候鱼已经不怎么新鲜了,如果用来做汤的话那汤也不会好喝。 扔掉又太可惜,思来想去决定做个咖喱鱼头吧。 重口味一般能掩盖掉青骚味,所以家里有不太新鲜的鱼肉什么的,可以做麻辣红烧咖喱之类的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,双饮号,鱼头适量,生姜适量,大蒜适量,西芹适量,朝天椒适量,咖喱适量,一生姜切丝,大蒜切末,西芹斜切成段,新鲜红朝天椒切圈,百梦多咖喱一盒,二鱼头对口去三喜劲,三炒锅倒适量的油,烧至九成热,下入鱼头煎至两面金黄,四将鱼头扒开,将姜蒜等作料下入烧煎。 据倒入半锅水,将咖喱分成小块下入,再加入少量的盐,两勺料酒,一大勺醋,大火烧开后,改小火焖煮十分钟,至汤汁浓稠,水分收至半干时,即可起锅装盘料。